该把自己的小孩留在县城读书呢 还是接到南宁读书呢 最近呢 一位在南宁做生意的朋友呢 一直犹豫着 自己的很多亲戚朋友 很多圈子呢 都在县城 小孩在县城读书呢 也无可厚费 但是呢 他也看到很多朋友呢 都在南宁买房 送小孩上来南宁读书了 所以呢 他也动摇了 他问我是不是应该把小孩 送到南宁读书会更好一点 首先呢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我肯定是建议小孩 送到大城市读书的 一是省会城市的教育质量呢 会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县城 送南宁读书的话呢 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个 来大城市你接触的社会 圈城 人文 会比县城好很多 就像京东创始人刘强东 说的一句话 我很认可 我不在乎我是在哪 所大学读书 我只在乎我在哪个城市读书 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呢 造成了大城市 对小城市的红析效应 好的基础设施 好的师资 都在往省城市区集中 毕竟呢 城市里面的工资更高 有能力的老师呢 也会考虑人往高处走 县城的教师队伍呢 毕竟会面临着 老龄化的趋势 也会影响县城学校的成绩 当然了 把小孩送到南宁读书的话呢 也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天时地利人和 有老人接送才可以 如果你想在南宁买房 不懂得如何选学区 可以私信一个带你看看 每个人都在于 向你柱子化的 厚